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我问你好玩一点的 好 好玩 什么问题 问吧 上次教过你十二生肖 你记得是哪十二个吗 记得记得 有鸡 鸭 鹅 妈妈看 外面有蝴蝶 对 还有蝴蝶 乱讲 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你能不能让我睡觉 妈妈 我很累 桃树 身为华人 怎么能不记得十二生肖的排列呢 我只有一个呢 要记得怎么采很多茶叶 记得很多包子的名字 记得很多武功招式 哪里还记得了十二个动物的名字呢 啊 这样吧 我带你去听听十二生肖的故事 也许你就比较容易记得了 十二生肖的故事 好啊 谁要讲给我听呢 古代传说呢 佛教 释迦摩尼教主呢 他要为一切动物讲经说法 结果呢 在说法那当天呢 有十二只动物仙道 这十二只动物仙道呢 后来就被列为 我们的十二生肖里面 小朋友 听了故事 你们还记得十二生肖 谁跑第一吗 是四只有力的马 是会飞的龙 还是蹦蹦跳跳的兔子 是我 老鼠 因为我个子小 最敏捷嘛 那么排最后的 又是什么动物呢 是笨重的牛 只有两只脚的鸡 还是没有脚的蛇呢 如果我不谈顺 就不会是最后一个了 那么 其他的动物 到底怎么排名呢 鼠鸟虎 兔龙蛇 马羊猴 鸡狗猪 鼠牛虎 兔龙蛇 马羊猴 鸡狗猪 哎呀 如果是猪年出世的孩子 会不会像小猪一样 贪睡又贪吃啊 当然不会了 其实啊 从中国民俗的角度来说 在不同年份出世的人 都有属于那个年份的优点和特性呢 桃树 现在你知道 十二生肖是哪十二只动物了吗 知道了 我在想要怎么背下来呢 把它们分成三个三个就比较容易 鼠牛虎 鼠牛虎 兔龙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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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羊猴 马羊猴 鸡狗猪 鸡狗猪 小朋友们 一起来 鼠牛虎 鼠牛虎 兔龙蛇 兔龙蛇 马羊猴 马羊猴 鸡狗猪 觉得难吗 不会吧 三个三个慢慢记 十二生肖真有趣 我们再来说一遍 跟着大声一起念 鼠牛虎 鼠牛虎 鼠牛 兔龙蛇 兔龙蛇 马羊猴 马羊猴 鸡狗猪 鸡狗猪 好 这样应该记得住吧 不会乱得团团转